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3月10日 国际米兰指导史博斯亚 周六凌晨 一甲地面六轮率先上演一场较量 由史博斯亚主营国际米兰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史博斯亚排名一甲倒数第四 反观国际米兰高居机分榜次席 加之双方近五次一甲交手成一面倒之势 各方面均占优的蓝黑军团此行 全取三分一如反掌 虽然经济是史博斯亚连续第三个赛季征战一甲 但他们依旧未能站稳脚跟 目前25轮联赛过后 只比降班区高出三分 面临着巨大的保足压力 诚然 谢东七回来后史博斯亚 一度收获三轮联赛不败让人眼前一亮 但此后再度开始沉沦 直到上轮主场们和维罗那后 球队遭遇七轮联赛不胜 期间多达五场未能破弹 射手麦巴拉尼苏拿因伤休战了四场无疑是原因之一 然而多达六场至少失两球的防守端同样难辞其咎 雪上加霜的是 史博斯亚进来后场面零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 不仅能将F马杰迪和后卫阿卡迪奥斯列卡本轮被罚停赛 而且苏特和施蒙尼巴斯东尼等后场球员亦遭遇伤病无缘此战 对于防守本就不稳固联赛军场失1.64球的史博斯亚来说十分艰难 是一面对拥有一甲第二强进进攻火力的国际米兰 史博斯亚唯有输哨当营 由于拿玻璃经济一齐绝尘的表现 国际米兰即使排名次席亦基本争冠无望 毕竟双方分差多达15分 故此球队的任务是保住前四 当然 蓝黑军团还有另一个目标 那就是尝试冲击欧冠联冠军 在16强首回合主场击败波图后 球队成功战的晋级先机 鉴于欧冠联16强次回合将在下周中进行 而下周末又要恶战祖云达斯 因此本轮与史博斯亚一战算是国际米兰进入魔鬼赛成前最后的甜蜜 蓝黑军团当然希望以一场大胜来开启之后的恶战 回顾近五次与史博斯亚的交锋 国际米兰路的四胜一合的佳绩 当中得失球比位11比3 其中射手拿达路马天尼斯在近三次交锋中悉数斩获入球 此子在世界背后葛向赛事已攻入九球 状态火热的他有望再度洞穿史博斯亚大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国际米兰的商员已陆续归队 无论是一轮换与否 班底实力雄厚的蓝黑军团依然能够排出强阵来冲击三分 阵容方面 后卫米兰史基米亚和前锋祖亚昆格利亚音商眷勤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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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